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 中方关于乌克兰危机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 各方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使局势进一步升级的行动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双边条约为借口 插手南海问题 损害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我想强调的是 南海是地区国家共同的家园 不应当成为域外势力的狩猎场 南海的和平稳定 关键在于地区国家坚持相互信任 团结合作 把妥储分歧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美方打压遏制的不仅是中国 而是要剥夺广大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和正常发展的权利 将这些国家永远压制在产业链低端 这种自私自利的科技霸凌行径 不公平 不合规 破坏全球产工链稳定 不利于世界经济发展 最终也将反噬自身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 关于你提到的具体访问 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了解 亚洲是和平稳定的高地 合作开发的热土 不应当成为地缘争夺的决斗场 北约持续东近亚太 干预地区事务 势必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推动阵营对抗 应当迎取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